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8号,星期五 又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那么从本周的总体的这个情况来看 我们看到大盘又收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放量的这么一个大阳线 成交量非常明显 我们看这张图表 那么这张图表我是在连续几周的周五 都给大家会讲周K线 那我们说从技术的角度 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充分的预判 早在四周之前就给大家讲 我说这个地方基本上到了末端 那么要突破了 当时画的这个图表也是 大家看看绿色的这一组平行通道线 有若干个等距的平行通道线 那么在这个位置 这个平行通道线这个位置 就这根线在这儿突破了 突破之后 我说这个地方一定会展开上攻 而且中长期的这个压力位 深蓝色的五年以来的压力位 从2015年的12月份开始 到今年7月13号的那个高点的连线 那么这个一定会突破 果然如此啊 那么今天截止 收盘的这根周K线 是应该是第二根的周K线的一个突破 第一根呢是在上周啊 也就是在去年年末 2020年元旦 今年元旦前啊 去年年末 这个地方收盘突破 这个地方显然呢 这个涨势非常凶 别看这两天呢 这个大盘呢 持续冲高啊 尤其今天呢盘中啊 有所震荡 那我也给大家提了个醒 我说是今天啊 盘中最高点一定会探到历史前高 也就是2018年1月30号 那个最高点 3587点 那么今天盘中最高呢 已经突破了那个最高点啊 就之前历史最高点 今天最高点是3588点06点 虽然只突破一个点啊 但是也象征意义也非常明显啊 指向性的这个 呃 意义非常重大 那么预示着后市还向 还要继续冲高 那么下一个目标位 呃 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 那么到哪里呢 就是上方啊 就这根线啊 就这根 我现在鼠标所指的 这个位置啊 就这个位置 大约在3800点左右 我认为这个点位啊 基本是在本月末附近啊 或者下一出 基本上就可以达到 那么今天呢 呃 我们回到啊 今天的一个盘面 呃 今天这个大盘的情况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今天呢 是呃 在这个 这个粉红色 上行通道的上轨 已经突破啊 那么连续三天突破 那今天大家看到没有 今天这个大盘的可以显 实质上是一个 呃 带长下影线的一个 小心线啊 阴线 那么这个长下影线的底部啊 试图向回踩确认 这根粉红色上行通道的 这个位置 实际上这个粉红色上行通道 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 我们说 呃 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X线啊 什么叫X线呢 就是前高啊 这个位置 把它相连 那么两边呢 都是压力位啊 都是压力位 那么压力位 然后呢 这次呢 上冲之后转支撑啊 所以说你说 呃 突破这个粉红色 呃 上行通道的上轨之后 那么后面的回踩 仅仅应该是对粉红色上行通道的一个回踩 我认为 这个地方 回踩的可能性 呃 大幅度回踩的可能性 不大 或者有的朋友说 可能还会 呃 中期的这根 呃 压力位啊 还要进行一个回踩 那么会踩到3450左右 我说不可能啊 这个这个这个空间有点大了 那么今天最高点呢 达到3588点 你回踩100多个点 那可能会把这个整个的节奏打乱 我认为市场的设计就是说 你突破关键位的时候 要进行一个回踩确认 所以这个回踩确认大概也就是在3520啊 3523500最多这个位置 就起稳了 所以下周呢 我认为还是 呃 通过短暂的啊 这个回踩之后 还是一个不改它上行的一个节奏啊 为了讲的更清楚一点 我们把这个画笔软件打开啊 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啊 那么我们把画笔软件啊 打开画笔啊 那好了 好了 我们已经打开了啊 这个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现在讲起来更简单明了 我该再说一下啊 就这个位置啊 前面的高点啊 这个高点的位置 这个高点呢 是哪个高点啊 我们给大家说 这个线是怎么画的啊 我们再把这个局部的这个放大 把局部放大一下 放大啊 再给大家说一说啊 为什么说老师说 你图表当中画了这么多线 这些线都代表什么意思 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 这个第一个高点 大家看到没 2019年的4月8号的最高点 然后是今年的7月13号的高点 这就是高点 那么把这两个点相连 这就是构成一个所谓的X线 X线啊 就是前面它都是压力 都是压力位 这都是压力 看到没有 但是呢 我们看到 最近几天呢 已经上冲到了这个压力线的上方 我们把局部给它放大一下 放大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已经是上冲突破 上冲对吧 已经突破了 就是关键的位置 那么就这根粉红色的线啊 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压力 但是现在已经过来了 那么回踩 确认的话 也就是在这个压力线的附近啊 也就是在压力线的附近啊 大约在三千五啊 三千五百二三千五左右啊 那么后续可能下周还有短暂的震荡 震荡之后 不改它一个趋势啊 上行的一个走势啊 所以说呢 眼下就防止啊 防止你看空啊 就指数而言 防止你看空 别看啊 今天的行情好像是说三大股指啊 都是翻绿了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今天从两次当中啊 上涨的加速远远比昨天上涨的要多 而且今天跌停的面 百分之九以上下跌的只有三十家左右 而昨天呢 是六十几家啊 显然呢 今天啊 实质上 多头是占据上风的啊 多头呢 是明显的比昨天呢 这个多头要强 今天的赚钱效应实质上啊 实际上要比昨天要强啊 那么股指呢 还是维持正当上行的一个走势 有的朋友说了 这个地方什么指标都超卖 超买了啊 什么KD街也重超买 你看KD街实际上是挺吓人的啊 KD街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啊 那么KD街这个快线呢 就是在已经在一百的上方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历史上有好几次 KD街这个超买超卖指标 都在一百以上的啊 但是呢 这个地方仅仅是一个行情的加速点 那么我们拿 2019年的这个 2019年大约在二月初左右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也是KD街啊 KD街是不是 它是 KD街是朝上的 是吧 这个位置 看到没 都在一百上方的 也就是对应的这个位置 当时大家说 大盘呢 又是要调整了 又如何如何见顶了 但后面实质上 它是一个加速向上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当这个牛市或者是单边市来的时候 你千万别把这个操作的依据啊 搞反了啊 一定是说趋势当中 我们按照趋势指标来做参照 你这个时候看均线远远要比 看这个 看这个正当指标 超买超卖指标 KD街了 或者RSI 或者我设计的一些那个指标 那你根本就是看到那个就没有多大意义啊 因为是什么 现在就是一个上冲的一个牛市的行情 首先给大家定性啊 就是牛市 那么牛市当中 天天看的正当指标 你会错过啊 会容易踏空 你看的这个正当指标是 超买了 然后去卖了啊 结果卖完以后就继续涨啊 那么有几次历史上都是这种先例啊 我要跟大家讲过几次啊 最明显的就是说当年的这个2014年那波啊 2014年当时有几次KD街啊 它是严重的 这是超买啊 我们看到很多所谓复头指标啊 包括我那个飞龙在铁啊 你看着好像是日线 属于这个超买了啊 在这个位置 实际上后面就是加速的开始啊 上涨 加速上升 所以当下呢 切记啊 就说 我们看这个趋势啊 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你要找好你的这个参照 现在是一个趋势上行的行情 你看什么 当然 看均线 看支撑线 对吧 看趋势线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的话 目前这个大盘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就是沿着这个红色的 比较大的级别的上行通道上行 这就是他目前的一个节奏 从去年的 应该是今年啊 今年春节的 春节左右那个高点 从这个地方 2020年 2020年1月份 2月份左右 那个高点 在这个地方 这是2月3号 然后反弹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下落在红色通道的下轨支撑 我认为大盘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 会沿着这个红色的上行通道 一路上行 正当上行 这是他的一个组的趋势 对吧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那么我们一定要看什么呢 看这个局部的话 如果想做高波低息 那你一定是小周期 比如说这两天 这个走得这么急 大盘走得这么急 那么接下来 说我要低息怎么办呢 那你把这个周期啊 切换到15分钟 对吧 那么15分钟呢 会有一些高低点啊 当然这些高低点 它是暂时的啊 那么那也是容易啊 做一个不错的一个 呃 角逢低的时候 也可以买劲啊 另外一方面 我就要说了啊 这个 这两天这个行情啊 明显的啊 比较强的行情 实际上是由蓝筹啊 有色啊 呃 之类带动啊 有色 或者我们说是 呃 一些其他的啊 这个 呃 汽车类的啊 包括这两天 这个 呃 券商啊 有稳定的意思啊 然后我们说 这个钢铁呀 呃 这样的一些 周期股的带动 那么题材其实也不弱啊 呃 大家看看啊 实际上有些这个 这个题材的百块指数啊 到目前为止 实际上它的位置是在什么呢 是在一个低部 低位啊 已经调整的非常充分了 你比如说IP变现 这个题材指数 那已经调的很充分了 非常充分了啊 呃 大家看看啊 都是在底部的区域 你说大盘怎么下去啊 它根本下不去啊 我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逻辑啊 那么我们看看啊 不管是三网融合 信息安全 已经调了多久了 对吧 它完全是相反 它现在已经是跌无可跌 我认为啊 在这个位置就是 就底部区域 底部区域 再怎么下去 它下不去了啊 下不去什么空间了 那么后续就是向上 所以你现在看这个行情啊 比较错乱啊 所以有的什么跌跌不休的 有一些蓝筹股 一拉就就上来了啊 那很快的 大盘就拽上来了 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讲啊 实际上市场的 现在非常健康 我要跟大家讲啊 就是说 呃 首先你选股的时候啊 就是急差古拉几股 不碰啊 就基本上别出什么问题 那么好股票啊 一定是反抵袭呢 现在有很多遍地的啊 就是基本面也不错 然后股票调 调整到位的 或者我们说调整到什么 箱体下沿的啊 这样一些股票 那么你 你为什么啊 不在这些位置看呢 不低息呢 有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但是今天呢 要给大家说一个板块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数字货币板块 为什么要提到数字货币呢 大家看看比特币啊 我给大家 调一下啊 比特币 比特币现在呢 这是比特币最近几年的一个走势 大家看看啊 那么最新的一个价格 已经接近4万美元 看到没 上方这个位置啊 大家看看啊 这个位置 4万美元 3万9千多 实际上呢 我估计现在已经突破4万了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 及时更新的 实际上也到4万美元了 那么 最起初比特币是 从多少钱开始涨的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整个的图表啊 我给缩小啊 缩小 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看 只有 只有多少啊 只有10美分啊 只有0.1美元 只有0.1美元 那么0.1美元涨到4万美元 大家看看涨了多少倍啊 40多万倍 40多万倍 对不对 40多万倍 那么比特币是什么 实际上比特币就是虚拟的数字货币 虚拟的数字货币 之所以开始有好多专家说比特币没什么价值啊 有什么泡沫之类的 但是我看啊 现在这个数据告诉你们啊 他们已经被打脸了啊 而且打得非常痛啊 我告诉大家啊 那么 虚拟的数字货币实际上是未来的 我们说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啊 从我们国家现在来看呢 我们央行主动呢 推数字货币 实际上这个数字货币呢 跟这个比特币还有非常大的区别 只不过是我们把紫币 紫币给它数字化啊 就是原来印多少钱 那么现在呢 就是用这个什么 用数字代替啊 就用电子信息来代替啊 所以说我们说 目前数字货币 这个题材指数 大家看看啊 那么从这个 应该是2019年10月底的那个高位啊 我们做一个平行通道啊 我们大家大概啊 大概给大家画一下 然后下方的一个低位的是在这个位置 大约是在2020年的啊 就是去年的2月份啊 然后我们做一组平行通道啊 然后我们看啊 取这三个点做一组平行通道 我们看到数字货币概念指数 刚好呢 前期的低点就踩到位了 所以从今天的表现来看 数字货币板块有五支个股涨停 那么跌停的没有 只有四家个股下跌 48支股票上涨 可见呢 这个板块会有一定的爆发力啊 所以说数字货币的这个题材的个股 希望大家呢 可以啊 认真的啊 严肃的啊 去对待 认真的关注一下这个机会 好了 关于本周的啊 这个总体上的一个 总结啊 或者是今天的一个 讲解 分享啊 到这里为止啊 祝大家啊 投资顺利 周末愉快 再见